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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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所以今天發現昨天動手術 所以講話有點乖 然後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類神經網路這個主題 然後我首先想要先希望能夠帶起大家的興趣 就是為什麼類神經網路會是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一個技術呢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大概在最近的這兩三年來 類神經網路它在很多實際的應用跟學術上的研究上 都打敗了很多以前的標準的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那像比方說在一個很常見的應用裡面就是語音辨識 那傳統的主流的做法就是用馬可夫列來做 那像類神經網路也是在兩三年 一些實際的應用跟學術的研究 就是 paper 上 就是能夠他們在預測語音講的話的標準上 就是比隱藏馬可夫列還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領域裡面 就是圖像辨識裡面 內神經網路也是大概從三年前 就是也是幾乎是打敗其他的演算法 比方說像 support factor machines 然後這張圖的話就是圖像辨識這個領域裡面 最大的一個比賽 然後可以看到在2012年以前 都是LDA或是 SVM 的模型 他們能夠做到最高的準確率 但是2012年、2013年到今年 都是類神經網路 他們能夠做到最高的準確率 然後這邊也是一些例子 就是比較商業面的例子說 為什麼類神經網路會是一個 一個大家值得很好的一個主題 那像比方說 一個實際大家常用的應用就是Android裡面的 Google Now的語音辨識 它背後也是類神經網路去試作的 其實這些都是連結 所以假如大家有看到 投影片的連結的話 也可以點進去看 然後像 然後商業面來說 像去年有一家 就是做類神經網路跟機器學習 很有名的startup 它也被Google用很高的價格收購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是 Facebook的馬克 它就是很難得會有一個公司的洗流去參加一個 純學術研討會 純學術研討會 可是就是很稀奇的是 就是馬克他就去參加2013年類神經網路的這個 很純很純學術的一個研討會 然後Hacebook他最近開的那個 一個AI網站 也是被這個 押了看這個 也是做類神經網路的 科學的研究人員 的教授去耐臨 所以希望這個有激起大家 對類神經網路的一點興趣 然後再來我想就是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類神經網路是什麼 它 我們假如大家真的想要寫code的話 就是真的從最原始的原理 比方說就是完全不用任何的套件 用python或是c真的下去刻的話 會能夠怎麼樣去企投 去解決大家自己遇到的問題 然後首先我覺得一個其實的地方 是把machine learning 這件事情 看成是去設計一個數學的函數 讓它去最小化我們的損失 這邊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問題 轉變成數學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要做語音辨識 我們要把語音看起來像是人文科學的東西 把它變成一堆010101 才能交給電腦去算 所以說把它轉換成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去設計一個純數學的函數 讓它去滿足 讓它去最小化我們的loss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方向 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學術 很難看懂的學術論文 都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 然後這邊是舉出一些常見 我們定義損失的方法 像最簡單的 像第一行 我們怎麼去定義我們的損失呢 像比方說 就是剛剛的talk有講 我們要給一個商品 要給它一個 把它看成是一個 regression 的問題的話 我們要把每個商品看作是 我們要給它一個分數 那有了這個 有了這個符點數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去排序了 所以假如說 我們把這個問題 把它這樣子數學化之後 那一個很自然地去定義 我們的損失的方式 就是去算我們預測出來的那個 符點數的分數 去減掉我們 我們本來就知道它的分數 比方說它是一個好的 product 它的分數就是1 它是 fair product 它可能就是0 它是一個 bad product 它就是-1 我們就可以去算他們之間的平方差 去定義 loss 然後還有 假如說我們的問題是 比較用一個紀律的方式去描述的話 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然後這邊等等等等 我們也可以畫你們這幾個方式 OK 然後 OK 所以說 我們剛剛已經講完 剛剛那個 假如說把march learning 定義成 去設計一個數學函數去最小化 我們定義出來的順勢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損失了 然後再來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設計那個函數 有 然後 然後有不同 machine learning 的理論 他們就會去 他們就會去 根據一些 我們覺得真實世界的假設 跟實際上 運行效率的限制去 去有很多的假設 所以 比方說 LDA 有它的 prior 的假設 Support machine 也有他們自己的假設 那 貝神經網路 它的 它有它的 假設 它的假設就是 我們這個函數 應該要長得 像這樣子 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 就是 X 是 Input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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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 X 作為一個 線性的變化 然後 最後 再把它加上一個 非線性 非線性的轉換 所以這個就是 類神經網路這個 這個領域的教授 很多科學家他們覺得 函數應該要長的樣子 再來 再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函數一定要長這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 一定要加一個 非線性的 像 對 對 然後 然後 這邊我想要給 然後 有很多的解釋 然後 歷史上的解釋就是因為 這個是 歷史上的解釋就是因為 這個是 我們 人腦裡面神經的 一個簡化的模型 所以 既然人腦是這樣做的 那我們就要把模型設定成這樣 應該也能學到東西 可是最近好像就是其實 這個生物上的解釋其實沒有這麼流行 有另外的解釋的方法是 就是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線性然後非線性的轉換 它其實是可以 它其實把它看成是一個 拓普學空間的一個轉換 所以 所以 比方說 我們 我們要用 我們在這邊想要 這個V也是一個線性轉換 所以我們想要 用一個 所以這邊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想要 我們預期 H 是可以用線性轉換去把它切開來的 所以 比方說我們這邊有兩筆資料 它們長這樣子在二維空間中 然後我們想要用一個線性的方式去把它們切開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不管那條線性的轉換怎麼切 我們都沒辦法很乾淨的把 把這兩類的資料把它切開來 可是 假如說 這個是X X在原本的空間裡面的圖像化 可是假如說 我們把X做了一層轉換 變成H之後 這個空間是一個扭曲的空間 因為它有非線性的像在裡面 我們假如設計好這個非線性的轉換之後 在這個扭曲的空間裡面 我們就可以把它用一條線去把它切開來的 所以我們就能夠預測說 給一個點在這邊 它應該是藍色 然後給一個點在這邊的話 它就應該是紅色 然後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然 把這個例子把它推廣下去的話 比方說 我們要寫一個辨識 就是手寫電視的程式的話 我們要給一堆pixel 然後知道這張圖裡面 是寫什麼數字的話 然後我們相同的 我們也可以把資料位進去 然後當然在這個原本的空間裡面 這個藍色可能跟橘色混在一起 然後紫色跟綠色也混在一起 就是可能 1跟7 它們在原本的pixel空間 很難去分開 所以我們真的跑svm下去的話 沒有 kernel 可能想要去把它們 找出最小的 decision boundary 的話 可能找不太到一個很好的決策的那條線 可是假如說我們能夠在做了一個空間 拓幅空間的轉換之後 就可以看到我們比較容易去把 比方說 1跟7分開來 或是4跟9分開來 然後當然我們也可以再加一層 這個可能還沒有分得很開 我們可以再加一層 再加一層 到最後他們就可以用很簡單的 我們可能到最後一層 就直接用最簡單的logistic regression 就可以解出來 所以這邊 所以這個也是大概是一個 去解釋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函數應該要長這樣子的 一個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能夠一層一層的 去經由去 train 這個w跟這個b 去把一層一層的去把原本 糾結在一起的 在這個空間裡面糾結在一起的資料 轉換成一個比較好去 很開來的坐標型的一個空間 所以說 換句話說 其實 其實 對神經網路 或是deep learning 它其實的一個重點就是 希望 不要再有很多的人工 在machining這個流程裡面 因為希望說 從頭到尾 從input 就是一張圖 pixel 然後到最後的預測 它是這個 還是4號船 就是中間完全是機器 自己在裡面去學 它自己去學 它要辨識 藍色綠色 它要自己去學 辨識一條線 它要自己去辨識 假如說 圖的下方有圓圈 不管圓圈在左邊還是右邊 它都是一台車子 希望這個 就是 通通是機器自己學習的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很幸運的地方 就是 因為 每一個問題 要開發一個演算法 譬如說 圖像辨識 或是 人工的去創造 一個問答系統 就是 都是很花功夫的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同樣用一個 類神經網路 就是我們的大腦 我們其實 訓練一次 我們這台機器 可以用在 很多不同的問題 同一個演算法 就是可以用在 很多不同的問題 其實不需要 很辛苦的 每個領域 每個領域 一出來 就要花十年的時間 有很多的教授研究學者 去發明一些 針對這個問題的需求 來去解決 所以這邊 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是說 比方說 圖像辨識這個問題 剛剛 這個 類神經網路的架構 是怎麼去解決的 所以 解決的方式就是 我們有 很多很多層的類神經網路 所以 一開始的 input 是 raw data 就是 pixel 然後 經過了這一層之後 這一層的神經網 他們就學習到了 一些比較簡單的特徵 比方說 這張圖的中間 有沒有這個方向的斜線 這張圖的左邊 有沒有紅色跟綠色 這張圖的上面 是不是上面是綠色 下面是紫色 下面是紫色 經由這些 然後這些神經原 他們就可以把這些 更高 level 的 feature 去位給更上面的神經原 那這上面的神經原 他就可以去 因為他的 input 一定是比較 比較有結構的 input 比較上層意義的 input 所以他就可以做更上層的事情 比如說他可以去辨識 這張圖的中間 是不是 呃 黑黑 紫紫的 然後旁邊是綠綠的 這張圖是不是 大概是 左校搖的部分 所有的圓圈 然後 中間是紅色 然後 這張圖是不是 呃 左邊會有 三個黑點 然後 當然 這個很顯然 就是一個更上層的 一個 feature 所以說 我們上面的 非神經網路 他就可以 用很簡單的方式 去 預設出這張圖 到底 是不是一隻馬 還是 一個車子 那 這些圖形是什麼呢 這些圖形 就是 到底我們為什麼圖 然後 這個函數 會跑到 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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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所以說 那些圖就是 就是 那張圖會進去 然後那個類神經網路 就會 變 就有點像 那個神經 他就觸發了 所以說 所以說 這邊有 比方說 100個 100個 這是第一層的神經 然後 這是第二層的神經 所以 我們要 我們實際上 電腦 對電腦來說 他其實不知道神經 這些什麼 他就是 他的電腦 電腦 他就是一直去找 他要找出 那些正確的W 跟正確的H 每一層 每一層 這個神經人 他有他自己的參數 這個神經人 他自己的參數 所以 電腦 假如說 我們忘掉這些 這些 直覺上的概念的話 實作上來講 我們用MathLab 還是 還是Python 還是實作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 這邊有很多的參數 然後我們要一直去調整它 使得 這個參數 到最後 他就是為這張圖 他就會出發 為有這個特徵的圖 他就會出發 然後這邊也一樣 然後最後 就很神奇的 他就能夠辨識出 一張圖 不管角度 不管天氣是陰還是暗 他都知道 他是個累積還是圖 一般來說 比方說 我們要 用if else 去寫 一個辨識車子的 車子的程式的話 就很困難 因為 車子可能是正前方 可能車子 是 是 是 這個角度 不是這個角度 我們 單純自己寫if else的話 是永遠 考慮不完所有的情況 所以 所以說 假如運用 內神經網路 讓他自己去學 他需要哪些feature的話 就可以 減少很多的人 去達成我們的目標 OK 所以 這個就是 呃 所以 這個就是 想要講 就是 大家思作上 最基本的 內神經網路的原理 是 是 然後 再來 就是 講一下 實際上 內神經網路 真的把它 運用到 真實的問題裡面 會需要 做的一些 一些改變 或是 加強 然後 這個 可能 大家 有興趣的話 也會常常看到的 兩個 一個 在網民室 一個是 convolutional 神經網路 一個是 recurrents的 神經網路 然後 這邊 主要就是想 呃 給大家一個 出錢的介紹 讓大家 希望說 之後 有興趣去看 呃 比較深入的 細節的 部落格或文章的時候 能夠 比較容易進入 嗯 知道 理解那邊 很常 然後 這邊 所以這邊 主要是想介紹 呃 為什麼我們 會需要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效能的關係 呃 這邊 比方說 我們 要把 這張 小小的圖 兩百 才 兩百八十 差不多二十個 pixel 這張圖 去 去 描述 做一個 轉換 轉換成 上一層的 表 representation 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W 這個 metrics 會有 八 billion 個 個數字 那這個 假如說我們 把它用 sense single precision 五點數 去表示的話 它就會 這個 metrics 就需要 30 gb的 就 可能就裝不下機器了 所以 所以說 有沒有一個 比較 省 然後而且它 運算 每一次運算的量 也很大 所以有沒有一個改建的方式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 這邊是講一個直觀上的概念 所以這張圖一樣 有這張圖 然後我們去 我們去做 convolution的方式 去撐 這個局勢 不一一 的話 我們其實會得到 這個 這張圖 然後這張圖 我們直覺上 沒有人眼看 其實 我們 其實用這張圖 我們就可以 辨識它 到底是這狗 還是這貓 所以 其實我們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 做這麼大量的面索 我們 還是能夠 得到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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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high level的 的 representation 所以 所以 對 影像處理 有熟悉的話 就很容易知道 其實這個就是 Edge Detection 所以 所以其實 對 所以應用這個原理的話 我們用convolution 這個原理的話 就可以大大的 降低我們 運算上的要求 然後再 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會 可能會看到的 這種名字 就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那它的 它的定義 主要就是說 我們 傳統看到的 內神經網路都是 內神經網路都是 input 然後到 上一層的 intermediate 的 representation 然後再到上一層 再到上一層 所以 它是 它沒有 rechain 的 圖 那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它就是說 假如說 假如說我們這個 這個架構裡面 有一個loop的話 它 它就是 這個就是它的 定義 那 為什麼 路這件事呢 有 有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就是我們 其實 真實世界的 資料 它的 dimension 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 圖形 就是 世界上的 圖形 很多都是不一樣的 大小的 有些 長跟寬 是 比方說 我們手機照 有些時候是照 直的 有些時候是橫的 那 那 傳統的 內神經網路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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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 的 神經源是固定的 所以 所以 比方說 我們 城市寫出來 我們 我們 已經知道 我們的 input一定是 32x32的 amil的話 這種 input 我們可以處理 不過 假如說 我們想要去模擬 語言的話 每個句子 都是不一樣的 長的 所以 所以 我們 假如說 我們用這種 傳統的方式的話 我們可能 就要先假設 我們 最常處理的句子 就是 六十個字 那 差不多六十個字的話 可能 就要去 去丟掉一些資訊 那 這樣的 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 很多時候 我們所得出來的 訓練出來的模型 它可能 準確度 不夠高 所以 所以 要解決這個 input 大小 不一樣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Recurrent 用的Network 來解決 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原因 要用 Recurrent 就是因為 很多的問題 其實不是 單純的 給一個 input 就回答一個output 比方說 給一個圖片 就回答它是散 給一個圖片 就回答自己 很多的問題 它其實 那個 那個時間點的答案 其實跟 前面的 時間點 所得到的資訊 是有關的 像 比方說 這個 這個符號 它到底是 M 這個英文字 還是 這個M 的名字 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 就 就 必須要依賴我們 能夠記得 我們之前 看到的什麼 然後去利用 我們 歷史的 資訊 去回答 現在的問題 所以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 我們要 我們要 去解決 Context 很重要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模型 它要有辦法 它還有 它還有 還有辦法去做 記憶 這件事 它至少要有 一定能力的 短期記憶的功能 然後 然後 實作上 算說 這個 這個 理論上 很好 因為 比方說 st 加1 它這邊的 其實跟 st 跟st 減移有關 理論上 它能夠去記住 st 跟st 減移 看到的 資訊 不過實際上 假如我們單純去 去實作的話 就會發現 它其實 它其實不是很難夠記住 它所看到的東西 那 這邊是舉另外一個例子 為什麼說 其實 真正 困難的問題 其實都是 有Context的問題 像 比方說 如果我們要做 沒有說我們要做 機器翻譯的話 我們要翻譯這句話 我們首先要了解 他們 在這邊指的是 董事會的成員呢 還是他們是指 這些 這些手機 還是他們是指 這些會員 那當然 人腦 就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他們指的是什麼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人 有很強的記憶功能 他有記住他 前面所讀到的資訊 然後 總結來說的話 就是至少到這個時間點 8月26號 我們要 就是大家最常用 而且實際上 在廠裡面應用的 這個 recurrent network的模型 就是這個 LSTM 他的名字 就直接說 他是 能夠有 長短期記憶功能的 這個架構 這個是 就是Paper 7 的 的 算式 然後 最主要的就是 他就是 算是現在 在 States of the Art 的 的 的 架構 所以 這個大概是 一些背景的 討論 然後再來 我想要討論 就是 這次的主題 就是 這個新 這個 20 去年年底 發了一個新的 Faper 的這個 那個 recurrents 架構 那他很吸引人的 一點就是 他其實 中間有很多的 靈感是來自於 Turing machines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 controller 然後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 然後這個 controller 就去決定 他把這個 tap 移到哪裡 讀他的 指 然後去寫他的 指 所以從這邊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 tap 就是一個 能夠有 能夠有 很強的 記憶功能的 一個 架構 然後 另外一點 他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是一個 方法 讓我們 可以把 沒有記憶功能的 架構 加上 一個 加上 一個 記憶的功能 像 比方說 比方說 這個 這個架構 它其實沒有 記憶的功能 可是 用 neural tooling machines 的方法的話 我們可以 在這個架構上 再加一層 記憶體 他就 整個系統 就 變成是 可以 handle 大小 不一樣的問題 也可以 handle 大小 不一樣的問題 OK 然後 所以說 他是個 turing machine 那他是 他是 怎麼 可是 我們 真的要寫程式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 去寫 整個程式的架構 然後 所以 這邊是剛剛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的圖 所以 我們 假如把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以時間去展開來的話 就可以看到 他是長這樣子 所以 一樣 我們把 neural tooling machines 去做 對時間去展開來的話 就可以看到 他其實也是 一個時間點 一個時間點 然後 這個時間點的紙 都跟他 歷史上 看到的紙有關 這邊的 M 就是 turing machine的 那個 那個膠 那個膠帶 那個 所以看到 那個 在這個 時間點的狀態 其實跟上一個時間點的狀態有關 就 比方說 這個tip 原本是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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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我們只寫 我們只把這個 一改成0的話 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 的詞 還是一樣 ok 然後再來就是 ok ok 對對對 ok 所以 這個是 所以這個 Turing machine 它就是 所以Turing machine 的理論就是 我們能夠 用Turing machine 去描述 我們所有認為 合理的 數值的 computation的操作 可是 Turing沒有告訴我們 要怎麼去 寫出這個程式 in the first place 所以 所以 Neural tooling machine 解決的就是 它能夠讓我們 就不用寫程式 就只要程式繼續寫程式 就是 比方說我們要實作 對 比方說我們可以叫 程式自己去實作 manlock 這個函數 我們可以用 叫程式自己去 自己去寫出一個 for loop 自己去寫出一個 python的dictionary 自己去寫出 ngram的程式 自己去寫出 排序的程式 就是電腦 就是電腦 它就自己去 學會 收聽要怎麼寫 還要自己去 視作為一個 binary key 然後它也可以去做 翻譯 它也可以自己寫 寫 compiler 就是我們 不用叫它 恐龍書的 裡面的內容 還有自己去寫出 Python的 compiler 然後再來就是講 最近 最近 就是 玩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主題 就是叫程式自己去寫 藤頭詩 所以 簡單來講 就是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訓練的時候 就給一首詩 然後去挖動 只留下我們的條件 然後 然後 要訓練它 去回答出原本的詩 所以它回答出的話 我們就可以定義一個 我們的損失 就可以去調整 那些成熟 那訓練的結果 就可以看到損失一直降低 然後訓練完 我們給它 前面這個字 它就自己寫出這首詩 然後 所以說 我們這邊是去 比較 傳統的 就是 在做語音辨識 或是 這兩個人能處理 用的 Ngram的模型的話 是在這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Ngram它其實 它其實 我們兩兩兩兩去看的話 其實 它們都是 很合理的字 比方說 壁門 然後 無人 人生 其實都是很好的 很好的詩 只是 他們 只要看 看得比較長的話 會發現他們沒有 沒有做得很好 可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的話 它可以去記住 歷史的訊息 一直到五個字 或六個字 所以它能夠 看起來比較順 所以這個是 七言捲句 然後這個是 就是用昨天的梗 去寫一首詩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呃 律師 對 然後這個是 參考的治療 然後這個 就是 Recurrent Neural 我們才會有大詩 這個是原詩的配合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大詩 這是一本 online的書 免費的 它裡面 就講得很深入 然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寫自己的詩的話 也可以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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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 自己 寫實 對 呃 不知道有沒有人要提問的 這個信息一樣有點豐富啊 對 欸 來 大人 就是那個 在 你們在做 始作的時候 因為 Future Selection的部分 有特別去 去 用自動化的方式取得嗎 呃 完全沒有 對 因為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還是希望說 它能夠自動嘛 但是其實 在做 類神經來講的話 最複雜的還是它的特徵 你要怎麼選 就算你有辦法記住那些東西 你還是要找一個能夠代表它的東西 才比較好去始作 對對對 呃 對 所以 所以 其實 傳統上 Machine Learning 除了演算法以外 其實 一開始的 Future Extraction 大家都放很多的 中心跟 努力在上面 呃 不過我覺得 呃 就是 Deep Learning 或是 Nural Networks 他們的一個 就是 可以把 連Creature Extraction這邊 也 也完全沒有人 在理 對對對 就是希望說 把人的因素 完全抽開來 所以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實驗上也是 希望 去自己 體驗一下 到底他們講的 這個是不是真的 然後感覺 像這邊用的 Encoding 就是 最陽春 最文好的方式 就是 One Heart Encoding 就是三千個字 就是 假如它是 然後我們把 我當作 一 呃 存當作 二的話 假如說 這個字是 存的話 我們就把它 當作是二 不過我相信 就是 加入一些 比較好的 Embedding 是 一定是可以做出 更好的結果 我這邊就沒有 好去做 還有沒有 別的問題 來 聽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請問一下 就是 在做這個 NTM的時候 那那個 因為 那個 類型基因網路 我覺得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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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內部的 architecture 到底要怎麼樣去定它 就比如說 你要幾個layer 每個layer要多少個 多少個neurons 對 那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在NTM上面 就是它 是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的 對 所以說 你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 不一樣的 neurons的architecture 會不會造成 就是效果會有很明顯 很顯著的不同 需要 人工不斷地去調整這個 architecture的狀況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Sigmatic Function的選擇上面的話 是不是不一樣的 Sigmatic Function 在不一樣的 應用的Case上面 會有不同的一個效果的出現 這樣子 謝謝 那很好的問題 然後 所以 當然 這個就是 完全把 人的因素 從這個 architecture pipeline 搜出來 這個是願體 然後 假如說這個你達到了 就 也不用教授 就 這些大學 研究所都可以完門 所以 當然還沒有 還沒有到這個階段 所以 所以其實 架構 架構是 不同的架構 可能 在不同的問題上 可能得出了 prediction的performance 就差很多 所以 像 比方說 LSTM 是 LSTM 是現在的 dates of the ups 那 不過 再比方說 在 在實作這個 diction hash table 上面 他們 做實驗 看到了結果是 LSTM 它其實 performance 沒有很好 然後 換成是這個 neural-to-emotional 的架構 它就很快 就 converse到幾乎是0的 cost 所以 所以其實 離那個夜景還很遠 還是有很多人的因素在 不管是要做好的 future extraction 或是架構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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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非線性的 函數的挑選 有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 其實 其實 這是一個 也是 neural network 這個領域裡面 一個 很多人探討的問題 像 最少我知道 常用的 函數具有 三四種 然後 比方說 在LSTM的 最原始的架構裡面 它就用了兩個 這個是Sing One 這個是Tangent Edge 然後 呃 假如是問我自己的 想法的話 我是覺得 應該不會差 我是覺得 是 就我其實 我其實 沒有經驗說 用哪個會特別好 我是相信 應該 都 應該都是 都是能夠加進我 好 看來這個人工智慧 還是很多工人智慧在裡面 好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再感謝 這部民 為我們帶來的 演講 OK 謝謝